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yly Podcast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yly Podcast 新闻 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仪 今天是2023年6月27日 星期二 好 那今天的新闻 首先我们来更新的是 瓦格纳集团的领导人普里格金 还有普丁的说法 好 那我们事情经过了一阵子的发展之后呢 那原本消失的普里格金 他呢在当地时间 莫斯科时间的26号 那就是昨天啊 那台湾时间的话 是昨天的晚上深夜的时候 普里格金呢 就发表了一个 11分钟的录音声明 他本人并没有现身 这是一个音档 那在音档里面呢 他这是首度的 在这个所谓的兵变失败之后 那对外的一个声明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普里格金 他在11分钟里面说了什么 我们大概基本上做个摘要 他在内容里面呢 主要还是先说 瓦格纳集团这一次的行动 他并不是要做政变 他没有 他就企图 他是说他否认了 这个要推翻俄罗斯的政权 他并没有这样做 那普里格金就说 他们在最后一刻呢 就有停下 好 因为呢 如果再继续的话 很有可能 很明显就会造成大量的死伤 大量的流血冲突 那我们选择不要这么做 那那一天所进行的这一个行动 这一场禁军 那已经达到他们的目的了 那最后会决定说 要撤退 要返回的原因呢 那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 不想要让俄罗斯人 在这里发生流血的冲突事件 那第二呢 是因为这一次的进军 他只是要来表达他们的心声 表达他们的抗议而已 并不是真的要发生军事冲突 那这是普里格金 在这一个陆英党中的说法 当然外界很在意说 好 那撤退了 那瓦格纳集团之后要怎么办呢 那以及普里格金 现在本人到底是如何 那以及说 这个中间的协商里面 白俄罗斯有参与 那接下来 瓦格纳集团会何去何从 普里格金有针对这几个点呢 当然也有 简单的提到 那有说呢 瓦格纳集团的部队 这些士兵 他拒绝加入俄罗斯的国防部 不会签任何的合约 那甚至是说呢 不排除我未来也有机会的话 会在白俄罗斯这边来继续行动 但另一方面呢 普里格金也说 瓦格纳集团会愿意 按照这个命令 那就解除武装 那预定是在6月30号的时候 会把相关的军事装备 那还有一些物资 那转移给军队 那之后7月1号 那瓦格纳集团就会解散了 不复存在 那这是普里格金的说法 但是呢 我们从这一个 11分钟的录音档里面 其实也不晓得 普里格金到底人生在何方 是不是已经成功的 进入到白俄罗斯呢 还是说他在别的地方 那因为以往他都会露面 那这一次并没有 所以也不免让人怀疑说 那这个音档 他不露面的原因又是什么 那就在普里格金的说法出来之后 那过了不久 普丁也发表了一个 大约5分钟的一个 对外的声明 那在这个声明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普丁明显的 有表现出一种愤怒的情绪 在他的脸上 那里面呢 这样就有谈到 后续的一些讨论 那他就有讲到说 这一个企图要政变的行为呢 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 我们要注意到的是 普丁他在这个演讲里面 其实也还是没有提到 普里格金这个人民 那只有讲到说 这个要发动叛变的组织呢 他背叛了国家 也背叛了这个组织 他们自己的追随者 那也同时还强调说 其实这个组织 大多数的士兵呢 他们都是爱国的 他们都是俄罗斯的爱国人士 那只是被他们的指挥官所利用而已 普丁呢 也有说到 这一个叛乱 是企图让俄罗斯人 俄罗斯的士兵 互相残杀 然后导致俄罗斯的社会分裂 然后在血腥的内乱中 崩溃窃窒息 值得注意的是呢 普丁在这个演说里面 他有证实了 我们先前讲到 瓦格纳集团在进军的过程里面 有发生了战斗 那这个战斗里面有说到 他有击墜了俄罗斯的飞机 那普丁在这个演讲里面 有讲到说 的确有俄罗斯的飞行员 在这一场未遂的政变里面上升 那就简单这样子提到而已 那最后呢 他还是有赞扬 白俄罗斯的协助 特别就讲到了 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 为了解决这一场政变呢 那也有来促成谈判 然后促成了一个协议 结束了这一场叛乱 后面克里姆林宫这边 还发布了一个影片 那影片里面呢 就有普丁会见一些重要的人士 那当中就出现了 我们一直有提到的 国防部长邵伊古 那也是普里格金一直提到 他非常非常在意的一个 认为是扯瓦格纳集团 后腿的关键人物 国防部长邵伊古 他在影片当中就出现了 那所以这样出现 又代表了什么样的含义 是不是表示说 瓦格纳集团在协议当中 其实也没拿到太多他们想要的结果 那这个还有待观察 那只是说呢 我们先前讲到 普丁虽然对外讲说 不会做任何的追究 然后呢 让这个事情和平落幕 但看后续的这个影片发布内容来看 这个恐怕 后面还有一些责任追讨 那甚至是说瓦格纳集团都要在7月1号完全的结散 那这个普丁所说的话 恐怕并不是如他字面上所说的这样子 那么详细的报道呢 可以参考我们今天网站过去24小时 那我们有针对普里格金的这一段发言 还有普丁的回应 那我们做后续的一些讨论 好那下一则新闻 我们来稍微更新一下 先前在5月18日 日本发生的格武器的演员 四川原之助和他的父亲母亲 自杀的这个事件 好那我们今天更新的是 在今天27号 那四川原之助 他是唯一幸存的当事人 那原本是在医院当中救治 那现在呢 警方已经以涉嫌可能有加工自杀 日本讲的自杀帮助罪 这样的嫌疑呢 先进行逮捕了 好那四川原之助现年是47岁 当时呢案情发生的时候 那是发现父亲母亲都倒卧在家中的这个客厅里面 那身上呢是有盖着棉被 然后头上有塑胶袋 四川原之助自己是倒卧在地下室 警方后来有进行相关的调查 不过呢因为父亲母亲都是死亡了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唯一的当事人 在现场的是幸存的四川原之助 那根据四川原之助自己的说法呢 他是有提供药物给母亲 那这个药物呢 目前警方的说法是精神类药物 那四川原之助的说法是这个安眠药 那细节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这个确定 好那现在司法解剖的结果 现在是知道说母亲应该是在5月17号到18号之间 死亡的 那死因确实是药物上的中毒 所以呢 以此 现在涉嫌的是四川原之助可能 因为他有提供药物给母亲 所以应该是有加工自杀的嫌疑 那目前先以这样的状况来做逮捕 不过呢 另一方面我要提到的是父亲段四郎 父亲段四郎也是死亡 那后续警方在调查的讨论是 有可能段四郎的死亡 涉及到另外是杀人罪 原因是因为段四郎的身体状况 在先前其实就已经不太好了 是属于一个要介护 要照护的一个状态 那段四郎的身心状况 是不是有自主意识 是不是说我这个决定 我要自己结束生命 这个呢 还有待厘清 所以在父亲段四郎的这个case上面来讲的话 有可能四川延迟处也会涉及到 是杀人罪的问题 那这个目前都还要带警方的 厘清跟讨论 那我们这边要注意一下的是 因为案情都还在调查当中 所以没有办法给一个很完整的说法 那如果你看到一些像中文媒体 会比较爽动说 哇 案情逆转 或者是什么大逆转啊 这样这个都有一点太夸张了 我们其实先前大家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Daily还有重磅广播期都有提到 其实案发之后不久 警方就在思考过一个可能就是加工自杀的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大逆转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案情发展 也就如同警方先前所预设的方向来前进 好 那如果后续呢 有更多的更新会帮大家再做追踪 下一则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土耳其 好 大家知道六月是同志骄傲月 那这个月在世界各地 像是美国 加拿大 法国 智利 泰国 土耳其等等 都陆续在这个月举行了同志骄傲游行 那我们今天要来聚焦在土耳其在今年的情形 那虽然土耳其官方从2015年开始 都以安全考量为由来禁止同志游行举行 但是今年还是如期的登场了 例如在伊斯坦堡就吸引了上百位民众 来穿着彩虹服饰啊 举着彩虹旗到了市中心来参与游行 那六月二十五号这一天的游行当中 警方也是严正以待 他们在几个著名的地点加强了镇报警备 想要用这种方法来阻止民众聚集 例如说在伊斯坦堡有名的独立大街 还有像是有伊斯坦堡心脏之称的 塔克西姆广场等等 那警方也都把这些地点周遭的街道都进行封锁 那当时大众交通工具也是全面暂停行事 所以游行队伍后来因为道路被封锁的关系 只好改道前往其他的地方 那最后是聚集在伊斯坦堡一个叫做桑塔西的高档社区当中 那这次的游行虽然没有发生严重的冲突或是暴力行为 但是警方还是在游行当中逮捕了至少50个参与游行的民众 那其中一人在过程当中受伤 那另外在第三大臣伊斯坦尔也是有同志骄傲乐的活动举行 那警方也是拘留了至少48位参与民众 那我们知道同性恋跟LGBT在土耳其并不是犯罪行为 但是土耳其社会现在对于LGBT议题的态度非常的两极化 那我们看今年的选举当中这个性别议题LGBT也成为保守党 他们拿来主打攻击反对党的议题 那在上个月5月28号土耳其总统鄂多安他再度赢得了大选 那他过去对于LGBT的抨击也是非常直言不讳的 他认为说LGBT的存在会严重影响土耳其人的传统家庭价值 那他也说这个价值是神生不可侵犯的 那也有说只有稳固家庭的结构才会让国家强大 所以他在上个月当选的这个演说里面 他也说任何会威胁这个稳固结构的活动都不被允许 所以从恶多安对于同志对于LGBT的公开抨击上来看 现在很多土耳其内部这个性少数族群就越来越担心 接下来恶多安5年的任期当中 他们只会遇到更大的压迫 像是路透社这次就采访了几位参与有心的民众 其中有一位21岁的法学生 他在分享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有提到 他跟他的同居伴侣现在每一天都活在恐惧当中 因为他们的邻居得知他们是伴侣关系之后 就向政府投诉 那所以他们非常担心警方会随时突袭他们家做搜查 甚至是逮捕他们 那他也表示身边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朋友 他们在思考是不是要离开土耳其 到对同志族群相对更友善的地方来生活 那虽然恶多安政府目前没有还没有很强烈的 例如说用立法来把同性恋定罪等等 但是事实上在恶多安再度当选之后 当局在这一个月内也对LGBT活动有所动作 像是在6月7号土耳其的科学文化艺术美学基金会 原定要在这天6月7号要放映一部知名的同志主题电影 叫做《骄傲大联盟》 但是在放映之前就临时被警方突袭搜查 然后最后是以违反国家道德价值观为理由 下令禁止播放 那当时警察突袭搜查的时候 也同步封锁了附近的街道 让原本要参加的观众没有办法进入来参加活动 那《骄傲大联盟》这部片是LGBT主题很经典的影视作品 它是以英国1980年代同志跟矿工工会运动的故事为背景 那这部片在2014年坎城影展首映之后大获好评 那也是在LGBT社群当中相当受欢迎的作品 那原本要在这场放映会上面做开场演说的 一个土耳其的倡议人士耶尔玛兹 他说他当天被警方困在这栋大楼里面 不让他出去 那耶尔玛兹也说 那天有八个人被警方逮捕拘留 所以在这个之后呢 《骄傲大联盟》的导演马修华处斯 他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那他之后也公开声援这个活动跟举办的基金会 华处斯说 这部电影的宗旨就是要讲述勇气跟同理心 所以他希望对反对这部片 或是恐同的人喊话 他认为 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他们的恐惧本身 那这个是《骄傲大联盟》导演华处斯 他在事后的回应 那现在在恶多安连任之后 很多土耳其的LGBT支持者 他们都很担心 未来政府可能会修法 来定罪性少数族群 像是这次交友情当中 就逮捕了将近100位的民众 那对此呢 主办方也表示 他们也拒绝接受对同志带有任何仇恨的政策 好的 那以上是今天的Daily Podcast新闻 那我们最后稍微分享一下 我们先前呢 其实有接到可能是我们读者或听友 那他透过脸书的讯息传讯息给我们 那其实讯息的内容跟我们的工作 还有国际新闻没有什么关联 那主要是这位网友呢 他可能遭遇到先前这个性骚扰的一些相关问题 那对于后续的一些法律处置呢 觉得非常的委屈 那所以他传了很多的相关的截图啦 或者是一些内容啊 那希望我们如果是个媒体的话 可以帮他做一个伸张 或者是主持公道这样子 那我们后来其实也有好好的把这个讯息呢 整理了一下 那也有回复给对方 那这边主要是说呢 我们在遇到相关事件的时候 其实因为毕竟专业国际 我们不是一个这个性评单位 那像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们会推荐你找更专业 更直接的性别平等的单位 然后来处理 那会比较快 那其实包含到说 可能你已经走过司法程序 但是有一些你觉得 程序处理不公 需要司法救济的部分的话 那一样他其实都有一些管道 可以来再去做资讯 那这边还是推荐给大家 上次我们在转角国际重磅广播 我们有访问了文威 好那文威的现在担任的 妇女心知基金会呢 他其实也有很多 各种管道的资源 就是说你有遇到一些状况的话 你需要法律的咨询 或者你需要心理的支持 那妇女基金会这边 他们都有一些管道 可以帮你媒合 或者是有专人 可以跟你联系 那因为像这样子 我们目前看到很多类似的案件 或者光是当事人要说出来 其实都很不容易 或者是说你可能正在 你自己任职的单位 你有发生职场的 那在职场上面 你可能需要申诉 大家一定要记得 那个申诉的过程当中 如果可以的话 也尽量去找一些 比如说身边有没有朋友 可以来给你心理上的支持 甚至是法律上的咨询 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公司 他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都那么有经验 或者过程难免会出现一些瑕疵 那你要保护自己的话 我们在申诉过程当中 因为其实压力已经很大了 那你又要去在意很多 这个比如说这个调查过程 或者这个申诉过程当中 有没有权益受损的状况 那的确要耗费很大的身心精神 所以如果有些外部单位的 这个管道的话 你能够去找来 咨询一下 或者是询问看看的话 那其实都会是很好的方式 所以我们其实在网络上面 可以找到很多 这个台湾不同的单位 他们都有提供这相关的服务 如果你有刚好遭遇到 这样的情况的话 会建议多多找找看 其他的一些资源 让自己可以安心 好那以上是今天的 Daily Podcast新闻 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仪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